好了吗?三、二、一、Let's go! 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只叫做波比的小熊 波比是一只爱说真心话的好孩子 但有一天,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有一次,波比偷偷吃了一些巧克力 他的妈妈问他是不是有吃 波比有点害怕 于是说了一个小小的谎言 说他没有吃 随着时间过去 波比发现他的小谎言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他感到非常难过 因为他知道说谎是不对的 一天,波比决定向妈妈坦白他的错误 他哭着告诉妈妈 并承诺再也不说谎 妈妈拥抱着波比 并告诉他 诚实是非常重要的 小熊波比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 从此以后,他变得更加诚实了 他和朋友分享这个故事 提醒大家 说真心话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只有真诚 我们才能拥有幸福的生活 小朋友们 你们会像小熊波比一样说谎吗 还是会诚实的说出来呢 谢谢观看